关系今天要补上班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是有开盘的 台股今天独自面对美股周五下跌的利空 成交值缩减了指数 跌破了4500点以4467点作收 下跌了35点 成交值更大幅萎缩只有432亿 大盘成个股的表现格局 三大法人连续第三天卖超 合计卖超了45.73亿元 台北股市跌跌